好像蘑菇拖 我覺得好像在吃媽咪麵的粉餅 像蓬莓圓吹出來 這裡沒有阿款是好吃的 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和肆在香港消失 有些消失了我們會很高興 但有一些我望令人超滑煉 這條片是由小金贊助的 小金是一隻很可愛的肥肥伯伯的貓 說他肥肥應該會被人打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IG追蹤他 在IG中有很多小金成長的片段和生活點滴 事不宜遲 歡迎收看《機不宅食》 這個節目裡面呢 很尷尬 這個節目裡面我們會一起試吃 說完了 似乎他很想出來 我拿了他出來 我們今次是可以試到 14個地址不同國家製造的樹蓉 當中包括絕織了香港超級市場 很多年的美極樹蓉 多謝小金幫我包好了 我是沒有見過樹蓉的真身 除了我知道裡面會有美極樹蓉之外 那最後呢 我們就會Rank 哪一隻最好吃 和哪一隻最難吃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頑測 可能他會急試 放你我試好不好 不如我試 不好意思 我們快點開始了 真的時間無多 每一個都寫他們的號碼 我就會順序試下去 說了那麼久 我其實真的要試吃了 那我們由這個1號開始試 已經脫掉了 這張紙 除了鹹之外 我覺得它是 有些肉味 我猜它是煙肉薯蓉 就是這樣 那既然我們開了 我們揭曉一下它是什麼味 好 首先它是B flavor 看完就覺得是 有這個正體字 1號原來就是 來自俄羅斯 好了我們現在試試2號 沒有剛才那隻 那麼好吃 它加了很多 這些莫名的粒粒 但是那些粒粒有點奇怪 我覺得那種味 那些粒粒應該是 假裝一些乾了的麵包 是 但是有些硬 錄完也是 我覺得它很軟 像蓬梅圓 我猜它是菠菜味的薯肉 我吃不到它有肉味 暫時 1是比2好吃 認同 好了 那由於2號很難吃的關係 我希望3號好吃一點 好 它的樣子 比起剛才那兩個 好像最正常一點 這個挺好吃 是 我覺得它有少鹹的 那你覺得是甚麼味 我忘了再說 你猜 雞肉 還有牛油 我也不知道 我也覺得牛油很香 我覺得它比1號好吃 我忘記了這個 接著就試吃這個 4號 首先 不要緊 我們試試開它 既然它這麼討厭 你看到它 都是很黏黏的狀態 它就真的好像 剛剛做出來的薯仔 我們吃一下它的味道 我覺得是偏鹹 是的 它是鹹的 為什麼全部薯仔都這麼鹹 它吃起來 有一股健康的味道 我覺得 它簡直是有些蘿蔔 有些蔥蔥 4號 我猜對了 是雞肉味 我相信這個是雞 它吃起來 有一股健康的味道 到現在就是5號 好像胡菇拖 哈哈 吃起來有點像 日本炸野的味 我覺得有些油溢味 那些 它是很膩的味 嗯 而它是什麼味呢 其實因為可能沖太多水的關係 它吃起來是沒有什麼味的 這個是我的問題 這個應該 這樣又不能怪它 但它本身的味道就不太好吃 我也覺得是 暫時的排名呢 會是3 4 1 2 最後是5的 因為50就太難吃了 好 我們已經準備好6至14號的 喉舌佳麗了 試了6號才 由於它脫蓋 那我還沒看的 是這樣的 好像剛剛其中一個 5號 我覺得像5號 但我覺得有些調味粉的味 我又不想看它有味 又是Beef 又是俄羅斯的Beef 看來俄羅斯的Beef 是不像Beef 那我懷疑俄羅斯牛肉的味道 跟全世界的牛是有些分別的 2號是否很難吃的 是 嗯 它是排在2號上面 我們現在試試7號 聞起來是很香的 我覺得香的 我也覺得很臭 它很大股 那些調味料味 是啦 其實它裡面的款式 看起來挺漂亮的 是 好像杯麵 你會看到有粟米 紅蘿蔔 是有造型的薯蓉 我們試試它的味道 有沒有它的樣子那麼漂亮 我知道這個是什麼味道 這個就是煮得對的5號 哈哈 我覺得是很重的 紅蘿蔔味 是 想不到它是什麼味道 我總之猜是菜 這個是僅次於5號難吃的 但是2號是比它好吃的 那我們試試這個 傳說中挺有趣的8號 其實它是麵來的 聞起來它是用白水煮完意粉的味道 但是它的狀態完全不是薯蓉 味來講我覺得是沒有味的 我覺得可以現在開來看看是什麼 既然你這麼想知道 太震驚了 我是殺性揭曉一下 究竟這個這麼難吃的8號 這個是美極牌的 來自德國的 不是薯蓉 聲稱是叫做歐陸即食野菌紀念 灰闊條麵 即是不是薯蓉 薯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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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薯蓉你自己加進去 由於5號已經是劣食之作的關係 我覺得它會是在5號之上的 因為這個應該是買錯了 暫時8號比7號難吃 但是同時比5號更好吃 因為5號真的太難吃了 我們現在試試這個9號 反正9號是脫了紙的 我們稍後揭曉了 打開裡面它跟剛剛有一個薯蓉一樣 有些假麵包的味道在裡面 嘩好難吃 我也沒有 我覺得比5號更壞 它有一點塑膠味 我覺得它是在裝浴 它聞到有點像阿嬤家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它是比這兩個 再難吃一點 因為它有一個香味的問題 它是一個豬味來的 但是完全不像 那我們試了這四款 我們先拿開它 因為太難吃了 這裡沒有一款是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先試了10號 好 充滿希望我這一套 剛才我覺得它很鹹 我覺得好像在吃媽媽麵那些 什麼 我猜它是Carbonara味 等一下開 好 5號和10號哪個最難吃 我覺得它是最難吃的 好好吃 為什麼全部都在頭上呢 對我沒有 放得不好 好了11號 充滿希望 掉了 等一下再拆開它 既然它這麼想讓我們知道 你聞一下聞一種味 有些椒的味 嘩 好大 我知道這個是什麼味 這個是Indian Fanges味 有一點工地 其實它是挺香的 我自己本人是挺喜歡吃一些 重口的食物 例如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那些 濃味的食物 有些紅椒在這裡 是 現在試試去 我已經試到有椒 紅椒的什麼 挺好吃的 我個人有一個偏好 這些重口的食物 剛剛所說的 我覺得它是僅次於4號 就是排第三 原來它是這個 香椒 香椒 辣椒 歐陸西哥 青辣椒 灰樹肉 從我想像中的印度 原來是 在地球的另一端 但也好吃 12號 我選了之後 變成一批 我們試試 薯蓉當然是一批 它是薯仔味 對 好難吃 有些人工化學味 它是僅次於5號 它脫了紙 看看它是什麼 又是這個牌子 我發覺 我們對這個K字頭 這個俄文牌子 是比較不喜歡的 可能因為它始終是一些 適合北歐人的味道 它的英文是說 Mushroom Flavor 我們現在試試 13和14 有些麵包 我也是看到有些麵包 這個很濃的菜味 首先一聞下去 薯仔味好像沒有那麼濃 這個是淡的 可能12和14的關係 我認為13是OK的 我選擇 是甚麼 香蔥麵包乾味 但是沒有蔥味 它的味道就是麵包粒 但是蔥味也沒有 因為其實平常蔥味應該是出一點的 但它又不覺得有蔥味 你真的 一乳 即是一點即中 這個點 這個是Fail那個 你看 這個是水來的 不用吃也不用這樣 它好像是你 但你聞下去 我覺得是 有些肉的味 嘗一下它的味 還有那些粒粒 那些粒粒 我猜它是燉豬肉的味 嗯 我覺得它是V4 我不知為何焗了那麼久 我們最後吃它 但還是很硬 那不如看這個吧 因為很難吃 是 好奇怪 它全部都是德文 又是美極 不知它是甚麼味 它聲稱是樹蓉 焗扁豆 但還是硬 我們剛剛還有幾款味道 我們一起看看它是甚麼味 排底最難吃的10號是甚麼味 同樣是出自德國美極排 樹蓉 烏肉丸 這麼好吃 究竟會是甚麼來 我也是俄羅斯的出品 是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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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沒有留意到它是甚麼 接著有這個 中規中矩的2號 聲稱是歐綠洋蔥麵包粒樹蓉 7號是僅次於2號好吃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來自日本的參賽者 他也沒有參賽者 我們迫他參賽者 7號是 它聲稱是薯仔沙律風味 對 最後這個 其實它的樣子有點像 他們是朋友 對 可能因為我開水開得太多 其實它有說的 只是100ml水 對 我應該放了150-200ml 炸薯餅味 所以我覺得是有點油溢味 但是吃不出是薯餅味 對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炸薯餅 這次盲測薯蓉就完結了 總括而言 我覺得俄羅斯的薯蓉是很有驚喜的 因為它難吃的是很難吃的 但是這個綠色的牌子 這裏吃都覺得很難吃 原來它反而是第二好吃的 最終有一款 排第一就是軟的 這隻 也是俄羅斯的 我們解釋的結論 這個結論 俄羅斯的是很好吃的 而日本的參賽者來說 反而它們分別是中規中矩 和這個難吃的 是有點意外的 因為我一直都會覺得 亞洲的口味會比較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想不到 是的 德國也是在中間培回 這次就完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都想買這些綠容 我會在我的Description下面寫下 這一堆的產品 都是金金在HKTV Mall買回來的 以我所知 你們都可以在著巢官網買到 但是我最近看它很受興 多謝大家 看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我講不出來的就是那堆東西 說吧 好 希望大家會like 15subscribe就是你喜歡 當然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大家會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Clara 那是 那是 阿